大家好,5032-3858 5032-3858 不明台湾燃灯功德会 绝招您的佛性播热 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光字在菩萨 心神薄热薄明 心神薄热薄明 照见乌云皆空 独一切苦 沙粒子 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天囡acht måste湘习王 手向心室imes 而 否是你 独一世界 雅 王 不伤不灭不高不尽不增不见 世故空中无色 无首相心事 无言而闭舍身影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间乃至无理世间 无明亦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情 无苦击灭到 无情无达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 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 对这个故事 因为杀猪的时候 猪被杀的时候更痛苦 所以发生什么结果都有它的原因 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我要把放生的功德 稍微跟各位念一遍 希望大家升起信心 永远都相信 家里有人生病 还是你要去买车子 还是你买了一个房子 你很喜欢做一点功德 希望这个事情很顺利 那佛陀说 慈悲的功德 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就像现在旁边在做一点烟供 不食食物 平常你不食米也可以啊 不食一点面包给鱼吃啊 佛陀说 你只要不食一小块面包 给一只小鸟 一只小狗吃 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你不食给越可怜的众生 像这个烟是给孤焚野鬼的 不但给孤焚给怼 给什么来 海龙王 海神 海中众生 土地龙神 孤魂野鬼 冤亲债主 同享功德 那这个很简单 点一只香也没关系啊 不食几颗米啊 然后我们很喜欢 灑干露水啊 这个都是不食 所以佛陀讲了一句话 念下来 慈悲就是供养诸佛菩萨 那希望大家 时时刻刻都可以慈悲 特别太阳越大的时候啊 你只要往太阳撒几颗水 买着你喝的水滴几滴水 然后呢 请观音菩萨加持也可以 你要念咒也可以 那那个水就会发光 然后那些身体被火晒了 皮肤都都痛得要死的这些 孤魂野鬼啊 嘴巴会吐火的咽喉鬼啊 他们的嘴巴就清凉了 身体就没有火再烧了 很慈悲的 所以各位住在巴弹岛 经常会看到海 有一种鬼啊 我刚告诉各位 什么鬼叫海楚鬼 海楚鬼 什么叫海楚鬼 他永远一个人 旁边很多他都看不见 他以为整个世界只有他一个鬼 站在海上面 上面呢 白天太阳晒 晒到他全身都冒火 底下的水便流酸 上面是火 底下是流酸 没吃没喝 一站要站多久 你知道吧 170万元 170万元 很痛苦很痛苦 所以 放生救命 不但救他们的命 请问救谁的命 救自己的命 以前在 大陆一个叫太湖的地方 当地的老百姓 每天都是抓 抓鱼来过生活 那有只有两户人家 他们有拜观音菩萨 他们不但不抓鱼 经常劝人家不要杀生 但是人家都不听 他也没办法 他就住在那边 结果有一天晚上 有一个大乌龟神 来找那个老人家 跟老人家说 你们这两天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要起大水 要起大水以后 全部人都会死掉 因为你们是 慈悲 爱护生命的家 我来控制你们 你们这两家赶快跑 其他人都没听到 也不相信 天气这么好 但是那个老人家拜观音菩萨 他说一定是观音菩萨派来跟我说的 他就跟隔壁人家 我们赶快跑 赶快跑 跟他们说 请他们赶快跑 但是他们没人相信 然后等他们跑掉以后 第三天 淹大水 全部人都死掉 就这两户人家没死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故事 但是说明了什么 因为他们 不杀生放生 也救了自己命 但是这些杀生的人 你明明跟他讲说淹大水 他说不可能不可能 他走都不想走 就这样 全部淹死了 第二遍 念一下 放生就是还债 放生就是还债 我们过去都有杀生啊 吃肉啊 这辈子就算你没有 上辈子也有啊 还人家债 我们劝人家命债 如果你吃一块鸡肉 佛经有说 一只鸡 三个人吃 三个人都下地狱 各位 什么叫地狱呢 你下了地狱以后啊 最少 一百九十一年 最少 有十八成第一 最少一百九十一年 在那边被砍被杀 被煮 被烫 被追杀 的痛苦 但是 杀生的这个恶业 就会让我们下地狱 所以佛陀制定第一条戒律 列下来 当愿众生 不杀生 佛陀定给我们佛弟子的第一条戒律 不能杀生 因为杀生的恶业最重 但是我们过去都有 所以我们要忏悔 还债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 以这种忏悔心来放生 把这个债还掉 命债 杀生的债 那这些冤心债主 就会超度 所以来 念一下 今日放生 回向过去 回向过去 累劫累世 累劫累世 杀生的债主 杀生的债主 杀动物的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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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堕胎的债主 堕胎的债主 怨其离苦的乐 怨其离苦的乐 不但回向给自己 也要回向给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儿女 回向整个世界 如果你放生 回向给整个世界 那这个世界有70亿人 就变成70亿增上倍 如果你回向给法界众生 那无量无边啊 所以我想 重点在你的动机 如果你今天讲 放生就是还债 你不要自私 想的是 所有众生 所有法界 那你的功德力更大 第三 放生就是救急 放生就是救急 如果有人现在在加护病房 医生说不好啊不好啊 要死啊 最快的方法 赶快去替他放生 最快的方法 因为这些极难的事情 或甚至你申请一个执照 如果下不来啊 这下会亏很多钱啊 这个很急很急的事情 那最快的方法就是 救命放生 所以杀生是第一恶业 放生是最快速的善业 第四 念一下 放生就是慈悲 放生就是慈悲 佛教的精髓就是慈悲 慈悲大家都会念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慈悲呢 因为他整天都在 念一下 救苦救难 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这一点希望大家做 我每天都要拿水喷啊 观音甘露啊 撒撒米啊 就算水没有了 米没有啦 念佛啊 刚刚我们从新加坡坐船过来啊 撒了很多牛奶 为什么要撒牛奶你知道吗 给龙王 这海龙王太高兴了 他就不会做怪 然后呢 如果再撒一点花加牛奶 会怎么样 跟我念 会发财 要不要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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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糕了呢 没钱很辛苦 没钱拔轎 拔轎 拔轎温书温 能拔轎啊 所以呢 那你要有钱 那就对大海里面 不施一点点牛奶加一点花 然后祝老公发财 祝大家发财 为什么 龙王属财 龙王在龙宫里面 黄金珠宝一大堆啊 所以 那各位了解这些方法 然后 我们在那边撒了很多面包啊 撒了很多米啊 念佛啊 诵经啊 希望新加坡 到巴旦岛 所有的龙王 鬼王 海族 众生 天道 通通得到同样的功德 这不是花很多钱的 这个跟花很多钱没关系 因为慈悲心 所以念一下 慈悲就会 发财 慈悲就会 慈悲就是财富 慈悲就是财富 慈悲就是智慧 慈悲就是智慧 有智慧的人 就要经常去慈悲啊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希望各位在家里 不要杀蚂蚁 好不好啊 不要杀蟑螂 给他一条路走 你家里蚂蚁很多 怎么办 不要杀他 你就把 他们喜欢吃的拿圆一点 跟蚂蚁讲一下 蚂蚁比老鼠还厉害 你跟他讲这个念头 他就知道 动物只是不会讲话 但是你的念头 他知道 你去买一个老鼠龙回来 这两天老鼠就不见了 因为老鼠很知道你要干嘛的 所以动物都一样 特别蛇 那些蛇他只是不会讲话 蛇有他心通 你想什么他知道 所以呢 牛也有宿命通 佛教讲 牛 牛 这一只牛 你要吃他 杀他 他都知道你过去跟他什么关系 过去你是我爸爸 过去你是我的谁 你为什么要杀我 他只会掉眼泪 他只会掉眼泪 所以每一只猪都知道自己被杀几次了 他知道说 我来 快点 他就会掉眼泪 你怎么会掉